Final Fantasy Pixel Remastered 實體版,終於推出了 由幾年前的數位版推出開始,我一直都期待 當然,不止普通版那麼簡單,連限定版都推出了 你看,整版不知道多麼豐富? 可惜,已經賣光了 就算有些存貨也好,我未必會入手 為什麼呢?待會為力揭曉 YM2C繼續為你帶來迷你遊戲機的資訊 如果你感到這個版本,令你彷彿返回八九十年代 都可以體會到當中奧秘的話 中途可以讚好、留言、分享、訂閱和按鈴鐺 你就會收到相關的通知 Final Fantasy是Square製作的國民級RPG 每一部作品都有它個人魅力 而且,通通都是Transtil的作品 曾經在不少平台推出過而藉著作 例如PlayStation、手機、Gameboy Advance 而再行多次的重製 至於今次的Pixel Remastered是新一輪的重製 收錄了紅白機和超級任天堂時代的作品 由2021年7月至2022年的2月 重新推出初代至六代,並取代舊有的手機版 這個系列,索性連舊有的3D動畫都寫起來 一心一意地投入2D的世界 以原班人馬攝谷原子小姐為首的 主角點陣圖畫面重製 以及藉從辛夫先生的音樂監修 畫面保留原作的特色之餘 色彩繽紛亦都細緻 音樂壯大之餘亦都澎湃 不受當年的機能所限 劇情都原汁原味保留著 遊戲的平衡度亦都得以調整 玩起來更容易適應 不會難過登天 而且介面更親切 就像道具用途一樣 玩起來更方便 內容亦都相當充實 外之經典的音樂和插畫的鑑賞 後者包括御用插畫師 天影喜巧先生的原畫和Q版的角色 可以盡情享受太空戰士獨有的魅力 當然小碑鳥齒羅興的怪物圖鑑 世界地圖亦都記載他們出沒的地點 方便玩家去攻略和狩獵 時隔接近兩年,終於出實體版了 這個系列在PS4和Swiss上推出 同時信眾要求之下進行更新 第一,字體可以更換成點陣圖式的字體 而且是貼近FF6的風格 第二,加倍到Boost的機能 可以將得到的金錢和經驗值加倍 甚至零倍都還可以 適合向低等級挑戰的玩家 第三,Encarn 機能的開關 如果你不想遇上敵人的話 可以關掉它,省時省力 第四,可以更換新版或舊版的音樂 第五,太空戰士6的武士,海嚴 他的必殺技可以改名 不妨像動漫一樣,過一個更威風白面的名字 當然少不了貼近原作的演出 就好像FF6的開場和大佬震撼的死亡 今次的更新,反迫歸真之餘 都可以滿足到想輕鬆發速爆機的玩家 當然也滿足到向利率難路挑戰的人 是時候說說本系列的35週年限定特裝版 實體版的特典到底是甚麼回事呢? 首先,充滿著大量歷代角色的點陣圖,特製外殼 就好像全體人員借鑊一樣 接下來當然就是遊戲本身 然後還包括兩隻大型黑膠唱片 每一隻都有兩面 每一面,不單印有清晰的角色和場景的點陣圖 還收錄了不少名曲 就好像戰鬥音樂,開場音樂,世界地圖等等 不過我修圖上被沒黑膠唱片機,我朋友就有 如果有那隻大碟的話,我會送給他試聽 此外還有點陣圖模型套裝 平面得來更加立體 以及3D的封面外套 可以照到主角的另一動作,挺有動感 點陣圖畫冊,紀念資料集 都包括在內,甚至參考的價值 至於我有什麼表態呢? 本來我對這個套裝有點興趣 當然啦,價錢也不知幾貴 33000日圓 而且是E-Store限定 一早就賣光了,都不見的是什麼存貨 入手的渠道又不太多 就算是出名的中古遊戲店,都未必有貨 我本身就已經買了 迷你世家五代2收藏家限定版DX 所以唯有止血啦 加上這個套裝本身夠龐大 我家裡的空間也不算是寬敞 恐怕能夠放到的地方也不太多 我家裡的擺設也不少 不知道還有沒有空間可以放到點陣圖模型呢? 此外,我又沒有客家唱片機 而我個人就較為傾向CD機 因為體積比較細小,容易收藏 好在這隻大碟裡來自得下載碼 可以隨時回味一些名曲 雖然我對音樂很有興趣 其實我最想入手的就是紀念資料集 除了玩之餘,可以令我更加了解背後的花絮 和重溫劇情的發展 哈哈,有一資料來源了 當然,一路有看我直播的你 還記得我曾經打爆過PR版的三至六代呢? 按畫面的右上角來重溫吧 我本身已經有Steam的數位版了 暫時玩這個版本好過了 幾於我目前的狀況和實際的考量 本人一致裁定 暫時不買 我反而更想要的是紀念資料集 其他的呢,通通都是遊戲畫面的產物 無可否認,角色的造型和動作是更加細緻的 如果你想看的,在遊戲進行的途中盡情欣賞呢? 現在是3D的年代,亦是4K的時代 總之是這樣,2D夜能夠大行其道 Final Fantasy Pixel Remastered 就是很好的例子 原版人馬悉心打造的心血結晶 加上一路以來累積的人氣,依然有很多捧場客 既然是這樣,實體版,數位版也好 不知道你有沒有買到呢?記得留言分享一下 如果你看回到,今次的翻新是極具誠意的 是時候讚好留言分享訂閱和按鐘仔 期待我首後一代和二代的直播功力啦